欢迎收听春风华语聚焦台湾沈春华主持 在去年光是癌症就夺走了48784条人命 占所有死亡人数的28.2% 我觉得这个数字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 那么癌症的治疗在全球的医疗界的努力之下 事实上这几年也出现了更多的曙光了 那除了我们一般知道的像外科手术之外 还有放射线的治疗 化疗 标靶治疗 那另外还有最新的包括免疫检查点的治疗等等 所以把癌症从不治之症 真的可以把它变成一般的所谓慢性疾病吗 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在我们的录音间 我们请到了这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 他在癌症治疗研究可以说是享誉国际的专家 他不但是我们中研院的院士 也曾经在世界顶尖的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 也就是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担任过教授 主任跟副校长这些重要的职务 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回到台湾了 并且接任了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 要为台湾的癌症治疗带来贡献 希望能够强化台湾医疗研究人才的竞争力 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洪明奇院士 洪校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是 今天其实也是我们的荣幸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洪校长 真的是一个国际级的医学方面的科学家 所以今天要透过他呢 我们跟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 目前到底在癌症的治疗方面 全世界有哪些最新的发展 那事实上呢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 全世界治疗癌症的重症 就是德州大学的Anderson癌症中心 那这个癌症中心呢是赫赫有名 其实他在亚洲很多国家很多人都知道 那也有很多人罹患了癌症之后呢 千里迢迢的到Anderson Cancer Center接受治疗 那您在那个地方有了三十多年的服务的经验 您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为什么德州大学的Anderson癌症中心 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癌症治疗的重症 他是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样的成果 德州大学M.D.Anderson癌症中心 是1941年建立的 那么当初建立在德州 所以在德州呢 那一个时候各位可以想象 往前推将近80年 那个时候德州在美国 科技上并没有让人认为是一个顶尖的州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为什么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在美国各种癌症方面的排名都是排第一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医院 从这几十年来 我们都是以病人为中心 而且我们鼓励临床跟基础多元化的合作 还特别强调呢 要鼓励所有在我们医院上班 在学校上班的教授 还有医生都要创新追求卓业 然后我们在临床试验上面 各位都知道 当你在发展新的药物的时候 你要从实验室里面去找出新的药物 动物实验成功之后 你要到临床试验 那么德州大学 这个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他的临床试验 大概是全美国全世界最多 但一年呢 有将近一千个新的 新的临床试验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有就是说他有一千个不一样的临床试验 在进行试验新的药物 所以为什么很多病人在其他地方 是没有办法治疗 都愿意到M.D.Anderson去找 因为他有很多还在进行试验 第一期第二期 对那些都是新的希望 那么那些东西呢 因为FDA还没有批准 所以呢他在别的地方可能拿不到 那么这样的临床试验 全世界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最多 是最多 那当然了 我觉得跟我们台湾 我们要拉近跟台湾的关系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现在好像跟我们的 中国医药大学 是不是 中国医药大学在2008那一年 正式跟M.D.Anderson 签了一个 就是台湾的第一个截面校 我们几乎每一年 在11月份 都会有一个Joint Symposium Joint Symposium就是说 中央医药大学 跟M.D.Anderson 癌症中心的老师 教授或者医生 identify一个 譬如说我今年要谈白血症 或者我今年要谈乳线来 挑个主题 然后把这些相关的教授 调在一起 在一起讨论 所以这个东西 一直做在进行 每一年11月份 所以中央医药大学 跟M.D.Anderson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 同时 中央医药大学 一直每年都有送 学生 或者是医生 当然他不止到M.D.Anderson 到很多地方 但是M.D.Anderson 当然您因为在美国 有三四十年 一直致力研究的 就是癌症的治疗 所以您个人 在这方面的心得 主要是什么 您是专注在哪一些方面 提到说 我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还很年轻 当初三十几年前 更年轻的时候 我在Dr.Winber实验室 当薄厚的时候 其实我也负责提炼了 一个很重要的乳腺癌的精 叫做Hertunew 那么乳腺癌呢 60%是有所谓的 女性荷蒙的阳性 那一部分的病人 可以用荷蒙的治疗方式 还有20%呢 是所谓Hertunew阳性的病人 那这20%呢 在三十几年前 是没有救的 但是那个基因是在1986年 全世界有三个实验室提炼出来 那么王一博实验室 是其中一个 主要工作就是我 对对对 这个就是防治乳癌的 因为我一生就因为那个基因 我都在做乳腺癌的研究 有那个经验之后呢 我1986年参加MDN的 癌症中心 我当助理教授 开始我独立的那个研究生癌 当初我是一个基础研究工作人 可是我必须要利用这个机会 谢谢MDN的神 这个环境 让我有机会接触到 世界第一流的各种癌症 不管是外科内科病理 他们都是各个领域里面的世界 第一流的人 然后我在那个地方 跟他们每天这样接触 因为我不是医生 我做基础研究 对对 是科学家 对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就会发现怎么样呢 哇这个疾病没有救 他很多问题呢 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解决 可是在我们每天一直在一起吃饭 在一起沟通的时候 会发现有一些事情 说不定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可以来设计实验 也就是这样的 我三十几年这样走下来 从开始因为赫兔乳腺癌 走到暖桃癌 走到胰脏癌 做肺癌 现在做肝癌 我现在几乎各种不一样的癌症 都有在做 主要就是因为 我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 只要这个分子 跟那个疾病有关系 我就可以进去 所以这样三十几年之后 我觉得我受到好处 就是因为我这些同事 都是癌症领域里面的顶尖的人物 然后他会告诉我们说 他们有些地方没有办法解决 希望我们可以帮忙 那在这种境界下 我们就很愿意的投进去 跟他们合作 去做研究 那么过去这三十年 有一些本来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 在我们的手上 我自己参加 变成可以治疗的 或者是在我们的其他的医院 也别人做出来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本来是没有救的 有救了 我很简单来讲 我刚刚提到说 我在薄后提炼的那个基因 叫做Hertunew 那一个基因在乳腺癌里面 占有大概20% 那一个基因三十几年前 知道的如果是乳腺癌的病人 有那一个基因过度表达了 是没有救的 今天那个病 如果是在乳腺癌里面 很抱歉 你得到乳腺癌 但是你这个基因是阳性的 It's okay It's okay 你的五年的存活力 在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超过70% 就我们直接看到了 就直接看到了 就直接看到了 所以确实 医疗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 有非常大的进展 校长我知道 虽然癌症的治疗方法 露出了很多的曙光 但是很多人他在 知道自己或者是亲友 罹患了癌症之后 其实心情都是非常沉重 是的 好像过去一般人 不愿意提自己有得到癌症 因为他是个绝症 自己心理压力也很大 也不想给朋友知道 但是您认为我们应该用一个 更正面的态度 来面对癌症这件事情 要不要分享一下 是的 好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分享这个观念 就是在几十年前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如果有哪一个家庭 某一个人得到癌症 大家都不愿意讲 因为很多原因 第一 没救了 第二 当初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得癌症 那大家会怎么想 想说 我是不是我上一辈子 做错什么事情 所以这一辈子 我运气不好 被处罚就得了癌症 其实现在各位 过去这几十年 因为很多科学家 很多医生 这个研究结果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今天得到癌症 不是你上辈子 做错事情 今天得到癌症 是因为你正常的细胞 可能曝露在阳光之下 所以会得到皮肤癌 那么可能吸烟 所以得到肺癌 像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 很多很多 引起癌症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你 做错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我觉得 病人本身 已经渐渐愿意 出来讲说 我多少癌症 那么过去这几十年 对癌症的了解 已经知道的 相当的透透 在所有很多 主要的疾病里面 我想癌症 是在过去这几十年 了解 还有在治疗方面 都是有最大突破的 一个领域 比如说我们 大家都知道 我们如果在讲癌症 我们在讲尸体癌 就是肿瘤的话 当然就是外科手术 割掉 还有一个就是化疗 那各位 如果有接触过化疗 的人都知道 这个化疗 是一个大家都不太 愿意做的治疗方式 因为副作用 副作用太大 因为化疗是怎么样 它是以毒攻毒 它做一个很毒的药 去杀死你的癌细胞 但是在杀死你癌细胞的时候 同时你正常细胞 也会被杀死 所以你要在你把癌细胞 全部杀死之前 你人还健康的 那才能活下来 所以化疗的 那个副作用很大 最近这20年 在癌症的治疗里面 有很大很大的突破 我可以大概稍微 婚姻两个大类 一个叫做标靶治疗 标靶治疗 也是一种小分子的药 跟这个化疗是一样的 但是它不一样是怎么样 化疗是以毒攻毒 就是我白肯毒的药 拿来给病人 把癌细胞杀死 标靶治疗的 仪式就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 可以已经知道 癌细胞跟正常细胞 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不一样的之间 科学家或者是医生 就可以尽量去了解说 既然它不一样 那么我专门设计一个药 只来杀这个癌细胞 对我只对付坏的细胞 对不好的人 我把它杀死 好的人我把它留着 留下来 所以各位可能也有听到过 当你在做所谓的 标靶治疗的时候 事实上你的副作用 是比化疗还小很多 很多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它主要是在杀死癌细胞 而不是杀死正常的细胞 所以它会有疗效 但是它的副作用会很小 那二十年来的 这个所谓的标靶治疗 有很多很多 在各种方面 肺癌也好 乳腺癌也好 很多各种方面都有 那么最近将近四年 可能不到十年 七八年 有另外一个新的方法出来 就是所谓的免疫checkpoint 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免疫疗法 那么各位假如有出于 报章杂志的话 那个去年诺贝尔奖 两个得奖组 那个Jim Allison 是我的同事 在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另外一个Home Joe 是在日本 他们两个去年拿诺贝尔奖 就是因为它发展了 这个新的免疫疗法 那我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我不晓得各位 有多少人看过 我们中国的古籍 哪一本 《黄帝内经》 就是华人最早的 一本那个医疗 圣典 对圣典 它里面提到说 当一个疾病要治疗的时候 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要去邪 第二个是要护症 去邪 邪就是邪恶的邪 邪恶的邪 就是不好的东西 去邪就像我刚刚讲的 标靶治疗 标靶治疗 因为标靶治疗就是干什么 就是只把癌细胞杀死 就是去邪 去掉不好的东西 对 只杀癌细胞 就是去邪 那么扶症是什么 扶症就是坚强我们的免疫力 因为其实我们人体里面 有一些好的细胞 比如说叫做T细胞 或者叫B细胞 这些细胞在人体里面 就好像我们的警察一样 就是当坏人来的时候 这些T细胞 B细胞 是会出来保护我们的 那么免疫疗法 事实上并没有再设计一个药 来杀死癌细胞 免疫疗法呢 观念是 它用一个药 使得你的免疫力 使得你的T细胞 或者B细胞的杀伤能力加强 所以杀伤癌细胞的能力增强 所以免疫疗法 也就是说 让你的警察的警力更强 是 这个免疫检查点一致剂 有一点像什么观念呢 各位都知道 道高一词 磨高一丈 癌细胞 当它变成癌细胞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体的 所谓我们的警察 就是T细胞 它会说 你这个癌细胞已经变成癌细胞 不好了 它会认识它 认识它之后 这个T细胞就会过来 把它杀死 对 OK 但是呢 癌细胞为了要保存它自己 就好像那些强盗啊 它不要让警察抓 对不对 所以它会卫装它自己 它为了卫装它自己 它怎么样呢 它就是表达一些蛋白质 做卫装 去告诉这个T细胞 就告诉警察说 我不是坏蛋 对 没错 然后就这样子之后呢 因为癌细胞很聪明啊 强盗就会告诉警察说 我是好人啊 你不要来找我了 那么有时候 这个T细胞 就被它蒙骗掉了 那蒙骗掉之后 癌细胞就活下来了 活下来之后呢 这个T细胞不能杀死它了 那么 免疫检查点 就是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蒙骗的 手法 把它解开 解开之后呢 这个检查 这个T细胞就有造妖镜了 他有造妖镜 所以呢 免疫疗法 事实上并没有 拿一个药去杀癌细胞 他只是让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T细胞 不要被癌细胞 把它蒙骗掉了 同时增强 这个T细胞的能力 就是体内有千军万马 帮你去打那些坏蛋就对了 所以就这样子呢 把这个癌细胞杀死 所以现在呢 相当于是 皇帝内经已经预测到了 就是要去邪 又要扶证 现在我们两个都有了 好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听众 会觉得说 哎呀 也许我的亲友 甚至是就是我们自己 可能罹患了任何的一种癌 对不对 那我应该如何去选择一个 好的方法 以便于给我做最好的治疗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个癌症病人 当你被检查到癌症的时候 第一点 癌症不是那么可怕 癌症可怕 但是不是那么可怕 OK 还有各位听众记得 你的心情 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力 嗯嗯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 最新的这个免疫疗法 是干什么 是增强你的免疫力 是 那么假如你的心情 很好的时候 是 你也会增强免疫力的时候 嗯 你就是你自己 天生的免疫力 对 所以你不要说 因为我得到癌症 哎呀 没救了 我居伤了 那你就是 你的抵抗力就不见了 所以要保持心情 愉快 增强你的免疫力 嗯嗯 另外一点就是相信你的医生 嗯嗯 因为这些医生 都是专业训量 是 他看过很多病人 对对不对 对我们来讲 我得到癌症就是我的生命 但是对那个医生来讲 他可能看过好几百个 像你这样的病人 而且他可以看 文献上的统计的数字 嗯 所以你必须要 对你的医生 要有信心 然后自己心情 要保持愉快 嗯 还有 癌症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病 比如说我简单来讲 癌症 我们说癌症好像是一个病 不是 你会癌里面就有很多种不一样 嗯 乳腺癌里面有很多不一样 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去找一个很专业的 癌症医师来看 OK 好 我们谈到了癌症的各种治疗方法 刚才那个我们的校长呢 提到了免疫疗法 当然了 很多人认为说 那个所谓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就是免疫疗法呢 对很多人很有效 那为什么对某一些人 他又没有效 好 这个是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现在的医学界里面 尤其抗癌方面是很热门的一点 就是说 突然间这个免疫检查点的抑制剂 出来之后 变成很多疾病都有效 单独一个药的话 大部分的实体癌 大概有20到40%的 response rate 有一些response 但是不是把所有的癌症都治疗掉 所以很显然 我们需要再知道更多的东西 但是呢 在抗癌的药物的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呢 你几乎没有看到说 哪一个药物是出来 对这么多种的免疫疗法 都有效 因为什么 因为它增加你的免疫力 每一个人都可以 那这样子出来之后 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有蛮大一部分是有效的 可是有一部分是无效 所以 这就是现在要去做癌症研究 最重要的时间 为什么没有效呢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说 为什么这100个病人里面 只有这30个会有效 另外70个没有效 那这个没有效的原因 当我们找到之后 因为现在我们在过去这几十年 对癌症的研究技术突破很多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原因 现在有一些报告出来了 那当时你知道说 为什么它没有效的时候 那你这样你可以做 所谓的联合疗法 哦 你是说就是像鸡尾酒疗法 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去对付癌症 意思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联合疗法 在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你又用免疫疗法 你又用标把治疗 然后两个在一起 要什么样的病人里面 要用怎么样的联合疗法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研究 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必要找出来 这样子的病人 就应该做这种两种的联合疗法 那么另外一种病人 可能会找另外两种 或者另外三种 要去做联合疗法 那么现在这样子的研究 相对来讲比以前容易很多 那在这种数据出来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动物实验内 很容易做这些东西 如果这样子的话 在病人上 我们就可以去找那个对症下药 在很多的研究里面 都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了 那有一点是 我回台湾之后 我很希望在台湾 在国内呢 政府单位还有各方面 可以支持的一点就是 我们有次在动物实验上 发现的时候 这样这个没有治疗的病 我有一个动物模式 结果我用两种联合疗法 在一起很有效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做的就是最新 最近的新的药 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刚刚比如说去年批准了 或者今年批准了 如果我在MDN 称Cancer Center 我马上就可以做临床试验 我们当然要经过IRB 就是经过一些 那个人体试验的委员会 去被approve 然后就可以做 但是在国内 有时候会有一点difficult 怎么样呢 就是说 我说我有这样的数据 然后有这个病人在 这个病人在没有option 没有什么 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药是在美国被批准了 所以这个临床试验 我如果要在这里做 变成我没有办法做 那听说了 我现在还在学习 就是说 我们可以经过国家单位 去申请 让台湾的FDA 或者是卫无部去批准 批准之后呢 可能还要美国那个药厂 或者欧洲的药厂 同意给我们那个药 那这样子的话 也许我们在台湾 对那种完全没有选择的病人 有一种新的机会 而不需要做 像以前这样子 就一定要到美国去做 是是 你到美国去治疗 跟在这里治疗 当然不一样 对对 事实上我们缺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药 就是那个药 OK好 就是那个药 当然了 就是说 以全球的医疗的研究来讲 有没有办法 让国际之间 能够更快的 彼此去受惠到 国际间的医疗的一个成果 这个很重要吗 对 否则也许美国已经有这个药了 可是我们台湾可能还要等很久 那我们的这么的病人 可能也等不及 对不对 这是您想要推动的 所以我最后利用一点点时间 请教一下我们的校长 就是说 您从世界级的一个 癌症研究中心 回到了台湾 您认为会有哪些具体的做法 可以让台湾的研究 跟国际来接轨 谢谢您问这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要回台湾的原因 主要之一 就是我在美国 癌症中心三十几年 学到那几年 我觉得台湾 我们就是那么大 多大我们都知道 那么我们就是两千三百万人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国家 要在世界上 让人家看得见 举足轻重 对 我们必须要在各个行业里面 都要有亮点 对 当然 都要有亮点 如果我们在各个行业里面 都有很多亮点的话 再小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个人觉得 我在美国四十年 在癌症中心三十几年 看到以前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去救这些癌症病人 现在我发现 有SOP 有手续你可以去follow 而且好像不是那么困难 对 那在这种境界下 我们学到的经验 我很希望说 我可以回到家乡 把这些经验 以中国医药大学 当作是一个平台 但是不只是中国医药大学 是 要跟台湾所有的 最主要的医学中心 或各大学 各研究单位 只要大家有共同的兴趣 简单来讲 如果说我支持在中国医药大学 也许可以有两个亮点 可是我今天我跟台大合作 跟台北医学中心合作 或者跟阳明合作 那么他们也有两个亮点 我们也有两个亮点 可是我们这两个亮点加起来之后 我们可能变成十个亮点 了解 这是我个人觉得 现在台湾主要的医学中心里面 大家都应该有共事的一个观念 太好了 然后我个人有一个愿望 以前我们都是怎样 都是这个疾病在国外已经治疗好了 它有药了 我们再把它进口 我希望将来有一些疾病 有一些比如说癌症 有某一种癌症 因为刚刚已经提到 癌症不是一个病 是很多不一样的病 那么有一些癌症 是不是在台湾 经过我们所有的 主要的医学中心的合作 把一个没有办法治疗的癌症 在台湾第一个先把它治疗好 让世界其他的国家追随我们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OK 好 我们知道最近刚刚公布的 国人平均寿命 已经来到了80.7岁 这也创下了历年的新高 事实上我想平均寿命的提高 很大的原因 除了大家越来越重视 养生和运动之外 当然那个关键 就是医疗水准的提升和突破 因此我们对于智力医疗研究的 专家科学家们 其实我们是非常的忠心的赶配的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红明奇院士 也是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把第一手的癌症治疗的研究 心得跟成果和国人来分享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周春风华语聚焦台湾 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记得帮我们分享给您的亲友 祝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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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